等日后来做决定 看核四是不是要重启运转 我们就来看看 这很多人是对这件事情不放心的 这当中包括了国内最高学术机构 中研院 也发起了反对核四的联署 包括了中研院长 翁起怀尔 前院长李远哲等25个院士 都认为说核电厂不安全 政府应该要尽快来举办公投 寻求社会共识 即便行政院长这样一话今天说 核四全面停工 但是中研院附与研究员黄国昌认为 马政府依旧没有回应民众 听见核四的诉求令人失望 仔细盯着电视 看完江一话对核四的最新谈话 中研院副研究员黄国昌很失望 政府依旧没有顺应民意 当台湾的民意对于废止核四 是这么清楚的时候 老实说我实在有一点没有办法了解 江一话院长马英九总统 你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就虚心的 跟全台湾人民讲说我们回应民意 我们直接宣布停建核四 停建核四这句话码政府依旧没有说出口 也就是让核四运转未来依旧有机会 国内最高学术机构中研院也看不下去 包括院长翁启慧 前院长李远哲和陈建仁的三位副院长 一共二十五位院士都发起联署 希望政府尽快对核四举办公投 联署声明写到政府迟迟没有制定节能减碳的能源政策 对于确保核四场的安全又没有让全国人民幸福的数据分析 所以核四场的续建级商转到现在争议不断 因此他们建议尽快透过朝野同意 并且题目合理设计的公投办法寻求共事后 再决定核四是否续建级运转 而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提名的东华大学校长吴茂坤也认为 其实台湾没有核四也不会缺电 除了中研院士还有上千位学者也一起联署表达反核立场 民意已经相当明确 就看政府怎么应对 接着林玉杰林美轩台北报道